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 是秦子军和李健 欢迎两位 那在听到两位的观点和操作建议之前 我们先来请出堂弟 就对今天大盘的最终的走势 做一个简单的复盘和梳理 来 好 回顾今天的盘面走势情况 今天的指数虽然是小幅的高开 但是随即展开了这种窄幅的震荡整理 量能也是萎缩的比较厉害的 截至到收盘 上众指数微跌0.08% 深层值是下跌0.17% 中校版值下跌0.24% 创业版值跌了0.47% 而香港恒生指数是以红盘保守 微涨0.19% 今天是收周线 给大家汇报一下一个好消息 目前获胜两市周线已经是六连羊了 那么既然周线六连羊自然有一个资金 那是功不可没 北向资金今天继续呈现净流入的状态 今天在个股方面还是有一点绿肥红瘦 下跌加速跟上涨加速的比例是2比1 那么涨停也是明显的减少了 今天涨停的个股只有49加 来说说互动话题 截止到本周 护身的股指周线已经达到了六连羊 但是最近这两天量能是逐渐萎缩了 那么你觉得下周是风险大还是机会多呢 三个选项 A 风险大 B 机会多 C 是一半一半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天生我才的微信公众号 参与活动 我们将会有这个惊喜等待着大家 好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复盘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把时间交给陈肯 好 今天大盘结束之后呢 我先来了解一下 秦子军你看完整个一天大盘 看完结束之后 你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和体会 来 我们来看一看 好的 我建议大家是保持淡定 好 保持淡定四个字 一方面可能说明你认为现在的盘面呢 走势很正常 没有什么值得紧张的地方 但是从盘中有些思路 有些现象 可能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第一个我们看到今天 从开盘前 外围是大涨 美股是再度创了新高 但是来看一看我们的分时 只是一个略微的一个小幅的高开 然后不到十分钟就开始翻绿了 可见这种提振的作用 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看成交量 萎缩得非常厉害 虽然有人可能要说了 这和这个周五的因素有关 当然了这个不排除 但这个量缩的 确实也缩得太多了一些 那么这样一些不利因素 参得到一块 是不是有可能对盘面 还是多少有一点隐忧 好 那么首先呢 其实我们认为这里的中期上涨 肯定是没有结束的 那么这种缩量啊 当然结钱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实际上这里更多的体现出来 是一个整顾和夯实的一个状态 我们前期曾经对创业版 提出过一个目标位 那么就是60月均线位置 那么大概现在是1918点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位之下 我们看到创业版几乎已经攻击到了 这个位置了 那么所以往后面走 确实从体财股的一个角度 会面临到一番震荡 但是从上证指数 也就是主板的角度 我们看到上涨并未结束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里看作是 体财股在继续地冲高的过程中间 实际上有一部分资金 它会去转头来到 还有余地的主板中间 那么所以呢 主板的目标也是同样的 攻击60月均线 那么所以这里是主板在等待 以及叙事的一个更重要的表现 当然了你是一番猜测 你认为说创业版 确实一直以来 你认为创业版这个地方 已经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但从实际走势来看 创业版依然现在还是在一个 上升趋势当中还没有走坏 这个地方我们可能需要观察 你意识到如果大盘这个地方 攻不上去的话 反而可能会给主板带来机会 但如果说创业版这个地方 能够再业再业越过去之后 那这个局势应该怎么来看待 那如果说创业版在这里 越过了60月均线 那我也认为极有可能 它是一个刺破的动作 什么意思 就是它上去了之后 在1月收官的时候 它大概率是会被压下来的 那么所以投资者要记住 在越过了1918.60月均线之后 我们第一采取的是高抛 越涨越卖的一个状态 转头来低吸主板市场的 那些优质的价值投资蓝筹股 好 思路很明确 你认为说创业版再涨 就要开始减仓 它能不能继续涨 咱们先观察 但是回到主板当中来 这么大的缩量怎么理解 那么主板的这种缩量 我们看到的是 第一个今天是阴线缩量 而不是阳线缩量 那么所以我认为是有一种 比较强烈的吸收的情绪 那么所以投资者 我倒是觉得这里的主板的下跌 缩量都是极好的 建仓以及加仓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再来看看 李健 今天看完大盘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来了解一下 就是三个字 白开水 对 也认为说盘面很平淡 但是我想白开水 可能应该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虽然说口感不好 但是它有营养 是不是你认为说 大盘其实这样的持续的 横盘震荡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方式 陈哥 你说的比较贴切 就是我们有的人 喝白开水的时候 他刚开始的时候没味道 但是越和他会有一种回甘 就是像喝茶一样的品 说得很玄妙 对 所以实际上大盘目前的这个位置 我们 我是本周的时候 跟这个在我们栏目当中 也是跟大家阐述过 我们的一些看法 这个地方可能是平台震荡 从目前的这整体的一个格局 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也确实是呈现了一个平台震荡 而这种平台震荡当中 它开头的量会很大 越到平台的中短 它的量会越小 这就是呈现着一种什么呢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的情绪和分歧还比较大 目前逐渐趋同 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了 成交量开始缩下来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现象 周线级别而言的话 这个成交量是非常健康的 是逐渐逐渐地越上涨量越大 所谓量增价涨 是一个非常良性的搭配 所以短线而言的话 可能创业版也好 主板也好 都难以出现 有一部分的分析派所判断的 出现一个深度的 或者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回调 可能比较难得出现 像模像样的回调 而依旧是以什么呢 依旧是以一种平台的这种格局 去化解盘中的调整压力 同时我的看法 这种调整才叫真正的强势调整 对 我记得上次你来到节目当中 非常明确地给出你的观点 你认为说下方这个缺口 短期来看如果强势的话 是不会补的 但是短期内来看 大盘也不具备上攻的能力 持续这样强势的横盘震荡 变盘的时点在你看来 可能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从目前的事件的因素而言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就是下周15号前后 对吧 可能有一个大事件要发生 也许那个时段 是一个向上变盘的 一个比较好的时段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由于这个时段再涨以后 它可能真要触碰压力了 所以那一段涨的时候 投资者要可能考虑 就是像刚才秦子军老师 他的看法一样 就是再涨了 你可能要抛抛 捡一捡股票 这样来去做一个策略 好 你认为在下周 可能会有一个变盘的时点 冲上去之后可能会下来 上方的压力在哪里 大致会在3150到3200之间 这样的一个位置区域 好 刚才是听到了两位 对大盘走势的一个分析 那盘中确实有些数据 有些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先来听 唐帝为我们带来第一组的信息 好 苗董收盘 今天的市场 虽然说是一个窄幅的震荡 但是你看一看 涨幅榚前榜块方面 酿酒行业 白酒板块涨幅一直居前 而在食品饮料板块当中 涨幅居前的 还多是一些什么 零食 礼品类的个股 商业连锁行业当中 还有多支的股票就涨停了 在调整市场当中 你像这些个股的崛起 是不是意味着 就像我们的标题所说的 市场已经进入到了过节模式 在我们操作当中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陈肯 其实我们看到 今天从板块表现来看 涨幅最靠前的就是酿酒 商业百货 让人想到春节快到了 这种消费概念 确实可能会活跃起来 确实以往每到过年前的 这样的一些概念板块 都会有所表现 那今天他们的这种 是不是意味着 可能年前的 他们这一步的行情 已经正式是拉开了 如果是的话 时间可能会持续多久 也就是陈肯你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称之为 春节消费行情 对 对吧 从目前的这个盘内的现象 来看的话 这个热点正在展开 也就是各路资金 对于我们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春节的 它的一个集中性的消费 它在进行深度的 挖掘的开展 当然从逻辑上而言的话 我们看到包括茅台 对吧 今天的白酒板块 这个涨势是非常的 还是稳健的 所以可能对于酿酒板块而言 它还会有一定短期的持续 但是春节的消费 它不仅仅简单 只是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 消费一点糖酒 消费一点点性 我们看到消费板块 一些表现不错的个股 给大家 我们来展示看一看 确实是非常的火爆 对 你看卢德老教 今天就是上涨了 有百分之三点几 古井贡酒 今天也是大涨了 有接近百分之五点多 那茅台的话 我们目前看到了519 对吧 贵州茅台 也是呈现了一个 持续性的小阳线的 这样的一个上涨的格局 这都表明资金 在这种缩量震荡的过程当中 它也在没有休息 它依然在挖掘热点 所以对于后期而言的话 春节的消费形态的 它的挖掘的展开 我们认为可能它会有一个 相对延伸的过程 而且这个周期 应该是跨到春节后 而不是简简单单只是说 春节前就结束了 因为我们看到 确实近期市场不发热点 但是热点确实 可能切换太快 但是在你看来 从今天这个表现来看 很有可能这样一些 所谓的春节消费的 这样些板块个股热点 可能会有一个 相对来说 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对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消费已经 不仅仅只是大家 传统所说的像 喝酒 食品等等 它的外延也在不断地扩大 那在你看来 还有哪些可能 也属于春节消费概念的 板块个股 还没有表现 但是应该纳入到 这个范畴里头来的 为我们梳理一下 好的 从逻辑上而言的话 我们目前已经 春运已经正式开始了 那么相对的 在春运板块当中 比方说航空板块 对吧 它是在近期内 我们认为 它可能是有一定的 叙事待发的 这样的一个 但是说到航空板块 大家可能也有担心 因为外围形势的这种 可能会导致油价的 这种不稳定 会不会对这个板块 多少带来一些拖累 从目前国际原油的 走势来看 油价也不是说 持续地飙涨 只是在一个相对的 平衡点附近 而大多数的航空公司 都做过 都做了燃油套宝 所以相对 都在防备 就是油价的大幅波动 对自己的盈利度的侵蚀 所以从目前的 整个盘面来看 比方说我们看到 600.029的 对吧 南方航空 对吧 走势非常稳健 601.021的 这个春秋航空 也是呈现着一种 叙事待发的状态 所以相对的 航空板块的股票 它是具备着 我们说的叫做 架头型的 所以在春节 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关口 很可能航空板块 它是会有相对的 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度 好 说到春节消费概念 可能大家想到的 比如说你说的航空 还有像旅游 酒店等等 还有没有可能 哪些分支 是大家可能没想到的 你来提示一下 快递行业 对吧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盘中 这个像做 这个智能快递的 像自来科技 300771 对吧 还有002352 这是我们的 这个快递行业的 龙头老大了 顺丰控股 像这些 我们认为 春节期间的 这个 可能快递业务量 它依然还是会 长足的增长 所以对于 快递行业来说 是值得我们 去观察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贺岁春晚 对吧 对吧 我们大家都在元旦 看过贺岁春晚 当然我个人体会 我觉得B站的春晚 是最好看的 但是今年的春节 可能在这个 贺岁片和春晚 这些环节当中 你比方说像 新华网 对吧 走势非常稳健 我们可以看到603 888 我看代码 对的 对吧 也是在叙事 准备向上突破 还有什么 60052的 这个浙江广沙 这个贺岁片的 这样的一些动向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新零售 对 所以说对于这个 春节消费 真的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盛宴 这里头还需要 大家来精更细发 挑选更好的这个产品 来我们再来看 盘面当中 还有哪些数据 信息值得关注 再度听听 唐帝的介绍 好来看看 第二个数据 新年一时 以两融为代表的杠杆资金 其实现在正在 加速地跑步入场 年初资金 净增加的额度 达到了246.64亿元 而且截至到 元月8号 获胜两市的融资余额 攀升到了万亿级别以上 在杠杆资金 大额买入的个股当中 你看主要分布在TMT 周期当中的有色 还有食品饮料 医药生物等等 还国防军工 那么这些杠杆资金的动向 是不是为我们后期的 这种热点 指明了一定的方向呢 陈肯 对 说到杠杆资金 大家第一只观想就是 它是一把双刃剑 助长 助跌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了 了解过了杠杆资金 选择的这样一些 上市公司一些个股 您刚才来说 首先来说业绩都不错 所以说杠杆资金 敢于大胆地进场 但是大家在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因为杠杆资金 它要获取最大的这种利润 但是它资金可能有成本 随着马上到过年时间了 它有没有可能 会在年前这一段时间里头 采取一些快进快出的动作 而导致股价有所波动 怎么看 金子军 好 那么首先呢 其实证券的杠杆资金呢 和这个普通的银行借贷 是不一样的 它没有这种关口的这种概念 不像这个月度 季度 年度 半年 有这种要还款 证券没有 它一年大概 每个公司不一样 大概是六到七之间的 一个这种融资的成本 那么相对来讲 它的每个月其实也不高 其次它没有这种 强行结算的一个要求 那么所以我不认为 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 会对杠杆资金造成影响 那么从杠杆资金 目前入市的角度而言 那么我们也看到 本来融资用券它就是 只是少数标的 不是三千多只标的 都有融资用券的范围的 那么对于政策公司 它本来就设置了一道防火墙 那么只有业绩好的 它才在融资用券标的之内 这是其一 那么其二 我们来看近几日 加仓比较多的一些标的 什么科大讯飞 举个例子 不是推荐 那么我们来看 这样子一类的标的 你会发现什么呢 实际上这一轮的杠杆资金 它介入的 都是业绩非常好的那一类 而不是说 我随便 对 它肯定是选择 有业绩保证的 对 然后又主要是 计算机行业 目前最热的科技产业链 那么基本上 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认为杠杆资金 它可能在短期之内 它仍然会继续地助推 这些标的继续地上工 好 这样你简单地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在如果挑选了 带有杠杆基金参与的 这种个股之后 我们在运作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好 那么首先 它对于上涨 它一定是有助力的 它会使得整个上涨的 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但是大家要提防的是 它转世之后的状态 那么相信15年 很多人还是印象比较深的 那么如果说它产生了转世 就极其容易产生踩踏 那么所以一旦出现 第一根放量下跌的印象 我们投资 首先是采取警惕的态度 以及搜索自己的杠杆资金规模 好 这个提示非常的明确了 在上涨过程当中是没问题 但如果出现了第一根 放量阴线出来的时候 大家要高度地关注了 好 那 欢迎来到今日言报 进入到2020年 大家都在寻找 谁会是下一个的风口呢 那么2020年 哪个板块长得最好呀 我来告诉大家 是传媒板块 虽然震荡了三天 但是传媒还是以8.4%的涨幅 赢得了年内的上涨冠军 招生证券此前就明确地提出了 参照2013年传媒牛市的这个逻辑 强烈推荐传媒板块 此次再度地强调说 5G新技术和渠道进一步的分散 传媒将会有新的发展良机 在树立牛市逻辑的时候 他们认为文化自信 预示着政策扶持 还有5G快速推广 新应用 这个推升的板块的估值 同时监管和商誉简直较为彻底 这个传媒想不长都挺难的 好 重点来了 建议三个方向来布局传媒 一是有望冲击千亿市值的 这四大公司当然不让 二是市值相对低点的细分龙头 第三个就是主题方向了 比如说云游戏 虚拟现实等等之类的 好 这个言报 咱们先分享到这个地方 其实目前的市场是在震荡 要说谁最有可能带领 或只是站稳3100点 非券商莫属了 那么但是业绩优良的券商 最近老是不涨 是不是有什么变数 国金证券提出了一个疑问 说股票质押 还是券商的资产隐患 要说厂内质押业务 15年到17年 经历了快速发展 但是18年了 这个质押平仓风险暴露之后 就持续为负 券商对此真的是很谨慎了 同时股票质押收入 对大型券商影响是不大的 像19年上半年 中信证券只占它的总营收的5.44% 不过中小券商不一样 像红塔证券就占到了22.98% 当然这也没关系 因为纾困资金落地 还有政策微调 都促使化解股票质押违约的风险 所以回答这个言报标题 股票质押还是券商的资产隐患吗 咱们的回答那是什么呢 不存在的 好 我们今天的两份言报 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的一些板块方面的机会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言报优选 每天五分钟看言报优选 学机构思维 大家好 我是苏兆博 那近期呢 我们看到区块链板块再次活跃 那么对于这个板块呢 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就已经对区块链的发展 做了一个明确的表态 那么随着这个板块 再次启动 而区块链呢 又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技术 从主题投资这个角度讲着 存在着巨大的想象空间 随着区块链技术不断的成熟 相关应用场景的不断的落地 当中存在着巨大的投资机会 值得我们重点挖掘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跟大家重点来聊一聊 区块链板块的投资机会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概念股近期的一个表现情况 那么从三张图上 我们看到三只标的股的这个走势呢 非常的相似 在近期都是出现了一个 放量大涨且突破前高压力的 这样一种形态 那如果从技术分析来讲的话 那么这也预示着 是一个二次启动的信号 当然如果只是一个股票 出现这样的走势 可能并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 但是它是一个群体效应 那么也就代表着 这一次二次启动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当然 区块链板块为什么如此强势 也离不开消息面的利好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科技巨头已经开始纷纷布局区块链 1月8号 华为与分潮能源签约 双方将打造全国首家 新能源电池区块链5G平台 同时呢 据北京商报报道 蚂蚁金服开放联盟链 预计在今年2月份全面上线 腾讯则是在近期发布了 多条与区块链相关的专利信息 其中多条专利与腾讯的区块链 落地应用密切相关 百度拟受让语性科技5.71%的股权 双方在区块链 以及供应链金融方面展开密切的合作 京东也表示 2020年将是区块链规模化商用的元年 这个行业也将逐步的走向成熟 供应链溯源以及数字金融 将是京东数科区块链布局的两大方向 那么随着科技巨头陆陆续续 开始布局这个区块链 机构预测 未来区块链的市场规模 也将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期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据IDC预测 2018年 中国区块链市场规模将达到1.61亿美元 预计到了2022年 中国区块链的市场规模将提升至14.20亿美元 5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2.60% 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值得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 同时金融行业 尤其是银行领域将是占据一个主要的地位 到了2020年 中国银行领域的区块链市场规模 预计将达到5亿美元 当然区块链的应用 不仅仅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 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行业 都有可能会涉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包括像能源 教育 司法 医疗 共享经济 社会公益都会用到区块链技术 所以说区块链应用的场景也十分的广泛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去学习 了解这个区块链板块 了解中间的龙头标的 做足了准备 张开双臂 来迎接这一次技术性 颠覆性技术 带给我们的投资红利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机构的观点 区块链的龙头A 公司已经具备了区块链底层平台的一个应用解决方案 以及全方位研发交付能力 安信证券给到我们一个增持的评级 同时龙头B 公司基于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密码技术 积极在研发区块链的解决方案 华泰证券也是给予了增持的评级 区块链的龙头C 公司与百兔在区块链供应金融链方面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安信证券也是给予了买入的评级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也是为大家梳理了一份 区块链潜力品种的布局特刊 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特刊 那在这份特刊中 我们也是通过以下三个维度进行了筛选 一方面选择了深入布局区块链的相关公司 其次选择了资金密集加仓的相关品种 再次通过技术指标选择了刚刚启动 具有爆发潜力的优质标的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二维码 来领取我们这一份区块链潜力品种的布局特刊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案例 公司与中超区块链技术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同时公司也有两个专利是跟这个数字钱包有关的 从技术上看 近期刚刚放量突破了一个前高的压力 回踩确认之后又望开启向上的行情 好了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一份区块链潜力品种的布局特刊 好的 主持人 接下来咱们聊聊操作 说到板块里头 可能大家最为关注就是券商的走势 来不到 不可以切一下券商信托板块走势 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开盘前 券商的这个消息是特别利好 从年报来看 这个业绩非常非常亮眼 但是我们看到 它呈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态势 而且量也在缩 这明显是一个不符合逻辑的一种表现 但是我们知道 但凡在不合逻辑的背后 多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玄妙 这个玄妙是什么 秦军你来解读一下 好的 那么实际上 现在大家对于券商是否还能向上走 是怀有不确定性的 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 所以券商目前还在调整之中 其实这里券商业绩的一个利好 我相信这种利好的程度 不会强于2019年12月2号那一天 我们关于打造航母级的头部券商 对 大家倒不可以把那个券商的这个 来切切这个行情 确实我觉得非常的明显 非常有意思 对 这个其实毫无疑问 是一则重磅的利好 但是我们看到12月3号 券商低开的 低开之后往上走 那么所以市场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反映到这样一则重大的利好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 就是科技股强 除了科技股 没有其他的机会了 好 那么所以但是这种 市金子最终会发光 那么券商板块最终在12月13号 经历了10个交易日之后 才有了一波向上猛烈的高举高达 那么实际上到今天为止 我认为券商的这种利好 实际上和当时是有 这个异曲同工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技术上面 我们确实还在调整之中 但是未来而言 券商板块正中 它一定会跑出航母级的 这种头部券商 那么我也认为这种走势 它可能是会和贵州茅台 隔离电器去相比拟的 好 确实我相信 刚才他的这个解答 打开了很多人的这样一个疑问 为什么有利好部长 我们往前推一两个月就知道了 确实可能在利好 出来之后的几天交易之后 才会有这样一个猛烈上攻的态势 我们期待着 那对于大盘 对于操作 我们再来听听更多的声音 更多的观点 进入今天的短线风口 好的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黄剑 A股市场今天是小幅调整 调整的并不多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 我们在下周 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个市场 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做什么样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抵御 和机会的寻找的准备呢 跟着我的思路 看一看今天其实市场 给了我们很多信号的 首先 这个是两组总共六个指数的对比 我之前在咱们节目上跟大家说过 你怎么用指数对照 来了解市场的情况 看着这两组总共六个指数 你能看出什么门道吗 注意啊 细节我要直给你看了 上证指数今天0.08%的跌幅 它和创业版宗旨 0.31%的跌幅比起来 上证指数跌幅较小的 而创业版宗旨跌幅较多 创业版宗旨 它更多的是代表的是中小时值题材股 然后再看上面这一组 上证50红盘 护身300跌的是比较少的 0.03% 而中证500这个指数 0.31% 中证500相对于上证50 相对于护身300 它的这些股票的这个股本的规模 市值以及市场影响力 是不是也是相对于上证50和护身300 是盘子更小的呢 所以首先通过这两组六个指数一对照 你应该能得到一个细节 今天的是题材股和中小时值股票 调整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情况为什么 以及接下来意味着什么 咱们看这张图 这是特斯拉概念 我按照六日涨幅排出来的 过去六个交易日涨幅居前的 这20个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20个在过去六个交易日 涨的比较多的股票 他们在今天的表现 你看一看今天的涨幅 那第二列 是不是绿盘居多 而且绿盘里面 不乏有10%的跌停 不乏有7%的打印线 特斯拉呀 在前几个交易日 你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特斯拉在市场 在周三调整的时候 它还是相对的比较抗跌的 在周二调整的时候 它也是相对比较抗跌的 那么在今天 它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 这个板块在最近六个交易日 那些涨幅居前的强势的股票 在今天绝大多数都调整了 这是热点啊 然后再看 网红直播 同样的六日涨幅排序 过去六个交易日涨得比较多的 今天红绿参半绿的更多 这些一个又一个的 最近的热点题材 它们出现极大的分化 它们的领涨个股 不再继续涨停 不再继续领涨 导致我们的市场的这些热点 最近的热点集体调整 所以你就看到了刚开始 你所看到的这第一张图 题材股普遍下跌 春节因素和年报因素 是导致题材调整的重要原因 春节马上要来了 大家想想看 油资 大户 它们很多都是短线交易者 短线客 那么在春节即将到来 之前这一波行情 12月份到现在 赚得盆盘盘盘盘 你如果是他们 你做何取手 再考虑年报因素 你一个题材 一个故事可以去讲 但是你的财务报表来了 这个时候 一盆冷水浇上来了 你这个热点题材再热 它也可能降温 所以对市场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了 对题材股的影响上面 而春节因素和年报因素 对于中线长线的 包括一些机构交易者 影响并不是很大 所以大家看 今天的行业涨幅报 注意看 酿酒 商业百货 食品饮料 这样的一些 A股的很多 五年的 十年的长旧股 都出现在 这些消费类的 商业类的 他们今天是亮点 是因为他们今天 相对抗天 而这里面的 很多大资金交易者 其实他们 都是对于市场的 短期的这种扰动 是基本来说 影响不大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对于酿酒 你说春节临近了 大家这个买东西比较多 所以酿酒涨回剧前了 对吧 买酒比较多 但是为什么不是昨天 为什么不是前天 为什么不能是下周 为什么非是今天 你的这个理由 说春节因素导致酿酒起来 这个说不过去 那么为什么是今天呢 咱们要看一个点 很多人看中消息的内容 但你更应该注意的是 消息的时间 我说一个事情 最近有一个知名网红 名字我就不说了 他呢 在他的网红直播室 开始推销什么 1499的飞天茅台 当网红和茅台联合到一起 酿酒活跃起来了 是因为这样的 有时效性的消息 所以对于消息的解读 不应该只是看他的内容 更应该看的是他的时间 相关这样的一些解读 我在我的这样的一个日常 的一个直播交流过程中 有很多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扫描二维码 而且你今天扫描二维码 我会在接下来跟你说一说 去聊一聊 对于酿酒啊 它不是都好 网红直播 推销茅台 但是茅台恰恰是最近 涨的不多的一个酿酒股 而更多的资金进攻的方向 咱们今天扫描二维码 我跟大家具体聊一聊 下面一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抽奖 看看今天的幸运观众会是谁 来号码滚动起来 好 恭喜138尾号1610的张女士 恭喜您 您将可以获得与咱们嘉宾沟通的机会 同时还可以获得 互贝卫视金属味道商城提供的人气的爆款商品 那接下来呢 大家可能还想了解我们在场的两位嘉宾 对于接下来这一段 可能年前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但是依然存在不少的短线的机会 到底在哪里呢 好操的这块呢 我先来请教李健 虽然你认为大盘还会强势上工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依然要把握住一个安全绳 那这个线在哪里 第二个 你刚才你提示大家 春节前的消费概念不错 除此之外 还看好什么样的品种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块板 我的意见大概就写在这块板上了 下方的这个保护线呢 也很有意思 它和缺口几乎在重叠 当然我设这个保护线 并不是因为是看缺口 而是从技术波浪的这个理论 去确定的这个保护线 任何的上涨阶段 我们投资者都要清醒 就是涨涨涨涨到一定的手 随时得背个降落上 对 对 你不然的话 你会束手无策的 所以如果跌破3050 还是要考虑去减个两层到三层的仓 以背什么呢 我们说高抛低息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呢 在春节前后 我们要关注一个重要的动作 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 实际上房地产的上涨 既和宽充有关也和人民币汇率升值 对 其实人民币汇率最近几个月以来 一直呈现了一个上涨的距离 但是航空还没有大动作 所以在这块上面 这个逻辑它是存在的 正好和你刚才说的 有双重利好的一个跌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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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目前的盘面而言的话 没有出现任何向坏的迹象 而且我们从大盘的 周线的角度而言的话 我们提醒投资者 这一周收的阳线 是一个整固周阳线 而不是一个调整的这种意味的 就是见顶的这种周阳线 很可能大盘现在六阳 六周阳线 它这个态势还是进攻 还是一个进攻的模式 所以春节前后的行情 可能是边打边震荡 边打边震荡的这种格局 那么可能到达 差不多八根左右的周阳线的时候 大家可能这个时候要特别进去 九阳神功都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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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前一次大盘就是八周阳线 然后出现的调整 那么调整很可能不会在六这个数 也就是我们说 斐波拉奇数列 六这个数是很难出现调整的 一般都会在八之后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所以春节前的行情 既需要一定的体现心态 但是也不必要过度紧张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平台 好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